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說這單新聞 是很令人惋惜 一個中四學生懷疑徒學之後 訓導主任當晚兩次給他媽媽 第二次要求跟這個學生直接對話 之後這個學生就變得很失望 在寫音庭的公辭上是這樣說的 在第二次的對話裏面 這個學生直接聽了電話 訓導主任就說 如果你這樣可能會記大過 這個學生當時的答覆就是 你可否放過我 從這兩三句話當中 我們已經感受到這個學生 當時其實心裏面已經是相當之害怕 甚至乎害怕到最後 他選擇了連生命都不要 另外其實在寫音庭上面 亦都看得到這個訓導主任 他怎樣面對這個學生死亡這個事實 當時警察曾經給他電話 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找回這個學校的 副校長和學訓導主任 而之後這個死者送到醫院 他媽媽一不成聲 護士當時給這個訓導主任 他的想法就是他覺得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慰人 而學校也沒有這些指引 所以他就沒有去到當場去協助這個護士 或者這個媽媽去面對這件事 這個訓導主任和這個學生 他們在這件事上面都曾經是成為了一個被要求解釋的對象 而兩者最後他們選擇怎樣去面對 確實是令我感到相當之難過和可惜 究竟我們的學校老師和家長學生 他們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大家是否都可以退一步 或者逆地而處去想一想一個被問責的人 他們究竟會是一個什麼反應 然後再好好看一看怎樣處理這件事 在香港這麼激烈的競爭環境下 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被問責 或者會被要求去解釋為什麼我做錯 有時候我們當然是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解釋 但是我們其實都應該想一想 這個世界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作為問責的人也要留一想 我們很多時候是否應該都要諒解一下被問責者呢 今天的AM1 News 講到這裡